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昨天发布了提醒 当前乌克兰东部局势发生重大变化 中国驻乌克兰使馆提醒在乌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 不要前往局势不稳的地区 及时关注使馆发布的信息 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可以适时做一些食品和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的储备 与当地华侨华人协会 留学生会 中国商会及熟人朋友加强联系 必要是互帮互助 使馆同时提醒 在做好安全防范的同时 不要放松疫情的防护 当地时间22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发表了电视讲话 宣布已经签署在特殊时期征召预备役人员的法令 以提高乌克兰军队对作战形势所有可能变化的准备 但他同时表示 目前还没有必要进行总动员 那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英国 英国首相约翰逊21号宣布 将于本月24号起从法律意义上解除英格兰地区所有现行的新冠限制措施 从4月1号起将不再为民众提供免费的新冠病毒检测 但是这一行为呢也招致了科学界不少反对的声音 约翰逊当天在议会下院宣布英国政府与新冠共存新计划 根据新计划新冠检测阳性者将无需再自我隔离 政府也将不再追踪密切接触者 未完全接种疫苗的密切接触者也无需再自我隔离等 约翰逊表示 4月1号前政府仍建议新冠检测阳性人员留在家中隔离 但4月1号后完全由确诊者自行决定 届时英国将不再为普通民众提供免费新冠检测 但将继续为年长者和易改人群提供免费检测 约翰逊说新冠病毒并没有消失 但我们现在可以用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来应对它 从政府限制转向个人责任 这一新计划招致不少科学界人士强烈反对 专家表示 过早解除限制措施极有可能导致新冠病毒加速传播 此举并非基于科学指导 违背了公共卫生的基本原则 将让儿童老人及其他易改人群处于危险之中 根据英国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的建议 新冠疫情仍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可能会出现明显反弹 也可能出现更危险的变异毒株 英卫医师协会表示 取消限制为时过早